大家好 我是phdv的 那么还是说想希望得到一个10万粉色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GPU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CPU是什么样的 CPU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这是我们电脑里的CPU 这个可能是一个爱奇的一个早鲜的一个CPU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CPU 不是一个现代CPU 应该是一个至少5年前的CPU了 所以它的核其实没有多大 你看它就是一个小拇指的这样一个大小 是不是 这是一个人的拇指 对吧 这是一个小拇指的这样一个大小 所以CPU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CPU你一般看到CPU外面有个盖子 是不是 它把这个盖子给它移除掉了 那里面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晶圆 上面涂上一些硅枝 然后和那个盖子进行一个接触 这就是这个CPU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来看看GPU多多大 这是老黄的这个最新展示的GPU 是吧 你看这GPU多大 这GPU有一个手掌那么大 是吧 这GPU大型GPU 这个是游戏GPU 是吧 那大小都非常的离谱 所以说GPU大小就比CPU大了很多 CPU这个小拇指 就这么就只有一小块 那里面会产生这种差异 那这个因为CPU 它里面可能就只有四个核心 对吧 加一个L3 cache就完了 那GPU 那不是这个还是个CPU 这个CPU核心有多一点 这个是16核心32线程的一个CPU 这个上面有8个核心 这个上面有8个核心 对吧 这是它的内存控制器 IO控制器 然后它这个上面叠加了一个3D的这样一个层 为了打游戏能更快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它叠加了一个3D层 相对在CPU的核心上 在搭建的一个3D层 这个3D层 也可以用来做拍放的一个cache之类的 所以它会让拍放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 是不是 它这个3D层就这样搭建的 就是它在上面 在CPU的核心上面 再给它去上面再铺了一层 这一层直接和下面直接连接 那CPU就可以把它的缓存 直接存到上面这一坨里面 这也是3D的这样一个缓存层 那么它加了这么一层以后的结果 就是你这个CPU不能搞太热 搞太热的话 它就就是糊了 所以在这个 就是这个795X3D这个CPU 左边它就装了这么一个 装了这么一样一个叠层 右边它就没装 因为它只有在一边装 它的延迟它比较小一点 然后在中间通过Infinity的 这样一个Fiber 给连在一起 它的速度就非常快 但是 通过这个Fiber来连接 其实实际上还是比英特尔的要慢 因为英特尔的话 它是在一个核心里 所以说在英特尔上面会快一点 英特尔那样做 英特尔现在问题 就是英特尔的那个东西 因为它是放在一个大的晶片里面 一个大的晶片 价格比这么做的 它的价格要高了不少 所以说英特尔它就现在还在用10纳米的这样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实际上有点过时了 所以它温度就非常的离谱 那么为什么GPU做这么大 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原因 我们之后会讲 GPU会做这么大 因为GPU里面的核心 比CPU要多的太多了 GPU里面可以 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 你看这一方你做多少核心 CPU只有四个 对吧 在同一个时代 CPU只有四个 它有多少个核心 这是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还有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对吧 它的核心数量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当然需要更大的面积来去完成它核心的堆叠了 是吧 那为什么CPU GPU不做得更大呢 因为台积电只能生产这么大的GPU 再往上了 生产不了 因为GPU它也去超深紫外光 去进行光刻机的光刻的时候 它就只能刻这么大 再刻它更大 它刻不动了 所以它就只能做这么大 它做不了更大 它也想做大 它也想做得跟脸一样大 它做不了这么大 那背景就是黄仁勋 老黄 叫人称黄四郎 是吧 就是刀法精湛 对吧 一刀一砍 这个游戏玩家就全数倒闭了 好 那么看看这个GPU和CPU刚才有什么区别 这个GPU也有多个芯片 但这个芯片是它的内存芯片 中央是它的计算芯片 所以GPU它其实是把内存芯片和它的计算芯片放在一起 并且CPU其实是这是一个CPU 对吧 右边插内存条 我们电脑上插内存条 插什么32G内存条 16G内存条 8G内存条 4G内存条 那这个GPU它的内存 是包围在它的内PU的核心的周围的 也说明GPU它对于内存 它有一个极高的一个吞吐量的这样一个需求 是不是 那么GPU你看 刚才我们看的是个老GPU 那其实可能只有这么多的核心 现在新版的GPU它的核心数量 你看有多少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可能有1万个2万个这样的核心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 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核心 你看这个V100是个老GPU了 其实它的核心就有5120个核心 非常恐怖 是吧 它一个晶体管数量很多 因为它的核心很多 那核心很多 你晶体管数量也要对应的很多 是不是 它的速度也很快 好的 那么来看看CPU和GPU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CPU的区别 就是CPU就是它有4个这样的一个算术单元 是不是 然后这是它的cache 然后这是它的控制器 这是它的DRAM 那在GPU它用同样的颜色 这个是它的控制器 这是它的每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小的cache 对吧 那这是一个它的大的cache DRAM或者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内存 然后里面就是它的核心 它核心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图其实画的还不对 这个现在的CPU 可能最厉害的CPU 就是民用起的可能有16个核心32个线程 所以就16个核心16个这样的哥 那在一个GPU上的话 它可能也有就有就是比如说4090 它可能就接近有一万个这样的核心了 所以它对比会更加悬殊一点 这里你看的好像还很少 是吧 这边就像是一辆汽车 这边像是一个有一个巨型停车场 是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我们的计算机中 我们的这个CPU和GPU 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协同工作的呢 实际上是CPU 虽然你看它好像核心数量少 但这个核心能干的事呢非常多 GPU的核心它虽然很多 但它能干的事呢非常小 这个CPU相当于每一个都是一个博士 这个相当于每一个都是个小学生 它能够去处理所有的任务 它只能去处理部分计算任务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 在CPU之中 我们去处理所有的计算任务 然后把这些任务发送给我们的GPU 让GPU去算 GPU算完以后再和它返回回来 然后GPU再去总和处理一下这个任务 那不管多么高级的CPU 都是GPU和GPU之间的交互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GPU是H100 是英伟达最新的这个GPU之一 对吧 它的交互呢也是这样去做的 那是CPU呢布置一个任务 告诉GPU你该去怎么做 每一个核心都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GPU呢把它算完了以后呢 再传回CPU CPU再进行一个总装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英伟达的这样一套超级计算系统 这个系统非常的复杂 你看这里还有什么Switch 这就是可以控制是和哪个GPU进行交互 让底下有各种各样的连线 是吧 它把这个和NVSwitch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这个系统呢 就能有个最高的增土量 那这都是为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 还有什么深度计算 深度学习 什么XGPT LIMA 这种东西所有准备的 那咱们这些普通人呢 是很难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设备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CPU中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算一个矩限乘法呢 我们就是先算第一条 再算第二条 再算第三条 再算第四条 那GPU是怎么计算的呢 因为GPU有很多核心 所以我们可以用核心一算这个 核心二算这个 核心算三算这个 核心四算这个 所以我们就一下子 同时把这四个同时并行计算了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在GPU之中呢 现在GPU呢 可更大 所以说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算的更狠一点 你现在可以就是说 一个矩阵吧 一个矩阵成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Transformer里面 它其实就用矩阵乘法来做的 是不是 那一个Transformer里面的矩阵呢 它可能有一个 100万乘100万的一个矩阵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在用CPU计算的时候 它就是100万乘100万 一次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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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呢 它可能就同时开一万个核心 所以从100万乘100万 这个里面一次算一万个出来 它的速度呢 有非常非常快 好 那么在GPU中呢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算这么多的东西 对吧 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 县程 我们怎么去管理它呢 有个叫做Warp Scheduling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呢 是一种并行计算的一种调度技术 所以说呢 在GPU之中呢 它是有一套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并行调度的算法 进行调度的 对吧 一个指令 相对于在三双核心上并行运行 然后什么指令训练 这样就是 像一个工人军队一样 在SM上进行处理 然后它呢 在一个Blog到另一个Blog 之间进行转换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一个 几乎无延时的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其实我们呢 并不是英伟达的 对吧 我们并不是需要造CPU 所以我们呢 对于这些事呢 可以知道 有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去仔细的了解了 但我是了解过了 因为但是我也都忘掉了 所以也不用再说 GPU之中呢 它其实也是 它也是有一个 更复杂的这样一个架构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地方 是kernel1 kernel2 对吧 在里面呢 有grade1 grade2 在grade里面有不同的block block里面有不同的stread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级架构 是不是 你在调用它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费劲的 就算如果你要写过这种 GPU程序的话 你要去算里面的每一个 grade在什么位置 每一个block在什么位置 每一个stread在什么位置 就像这个图一样 你就要去算 对吧 012345 它是这么要去排列的 你要去算 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非常地恶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就讲了一下 让我们CPU和GPU 是怎么接通工作的呢 首先呢 现在CPU之中呢 把这个数据呢 要算什么呢 告诉 先整出来 然后发送给GPU 对不对 通过PCIE总线 或者什么东西 SM 现在还有别的总线 对吧 不只有PCIE了 还有更高速的总线 把它发送给GPU GPU算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数据呢 传回CPU CPU最后做一个总装 12345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呢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一个顺序 是不是 什么顺序呢 第一步呢 首先现在CPU GPU上分配这样的一个 需要存放数据的 这样一个内存的空间 然后呢 把CPU上数据复制到GPU 然后GPU上面 去执行Kernel函数 也就是去运行 这样的一个程序 把它呢 运行完 就是把运行要枯大嘛 把它算出来 然后把结果 从GPU出来回传回CPU 然后呢 在CPUGPU上去 释放这个空间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 做到这样一个编程 对吧 CPU 其实还是主要 就是CPU去领导GPU GPU是一堆小学生 对吧 CPU是个博士 博士呢 把这个任务呢 给出来 到底下的工人 就开始干 干完以后 把这个工具 再传回到CPU上 CPU在最后 做一个总装 CPU做的是复杂的工作 GPU做的是简单的工作 好 但是这样 复杂的就不可能很多嘛 对吧 简单就可以很多嘛 那你要雇一个博士的话 你要花很多钱 你雇一个小学生的话 只需要花很少的钱 那你可以雇巨量的小学生 和但是只雇几个博士 博士生产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计算机的层级架构的 这样一种概念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开始 还有它的memory之类的 那么那个缓存比较贵 对吧 那它就做的小一点 那内存比较便宜 做做大一点 那么那个每次呢 我们从内存底抠一块出来 放到缓存底 放完以后再放回内存底 这个也是一样 是吧 好了 特别详细 因为我们一会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比如说在GPU中 我们想进行一个加法军算 对吧 我们想把这个数呢 求一个总和 怎么求呢 我们想把这两个数加在一起 OK 在一个在第一个thread里面 把它加在一起 在第二个thread里面 在第二个线程里呢 把它两个加在一起 第三个线程里呢 就每个线程 就相当于一个内核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CPU核 或者一个GPU核 就是一个GPU的这样的一个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单元 好吧 在第一个计算单元 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第二个单元把这个打下 第三个单元把这个加在一起 第四个单元把这个加在一起 第五个单元把这个加在一起 是吧 就在有不同的单元里呢 把这些东西都给加在一起 然后之后呢 再把他们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再加在一起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 这个第一次呢 就进行一次规并运算 那规并的意思呢 就是说 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是不是 规并的规并运算 第一次规并运算 这是第二次规并运算 第三次规并运算 第四次规并运算 最后得到的这种结果呢 就是整个这个数组的 这样的一个加合 这就是GPU中进行 加法运算的这样一个方式 并行加法运算 所以呢 它其实实际上呢 就有点像是 超前进位加法器那种 idea 是不是 把它们都加在一起 然后再加在一起 再加在一起 是吧 这是第一次进位 第二次进位 第三次进位 第四次进位 所以这些想法呢 其实都来自于 很久以前就提出来的东西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 它这样一个框图 是吧 是框图就这样 你看这个框图是怎么算出来 这么加加加 然后最后一直再加加加加 最后就把它加成 只有一个值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 在Mama之中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累加 什么叫累加呢 就是我有一堆 一个数列 我想求出一个值 第一个加第二个值 一个加第二加第三个值 第一加第二加第四个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些分别是 这些东西的累加合 然后最后呢 是整个数列的一个总和 那我们就不能用 刚才那个方法 规约那个方法是不停的 那这个方法怎么做呢 看 第一个 只有第一个的合 对不对 所以它就直通下来了 第二个呢 有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合 所以把第一个和第二个 加在一起直通下来 第三个呢 有一二三的合 对吧 那这个要是怎么直通下来呢 就把它对吧 和前面这两个的合呢 加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二三的合 累加合 然后这个呢 是一二三四的累加合 是不是 所以它呢 就把这个一二三四 累加在一起出来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加合 所以它到后面 就是越来越复杂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 计算这个GPU 去做累加的 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这样的一个东西 非常复杂的 非常麻烦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必须要去仔细研究 它怎么做的 好的 那么呢 在GPU之中进行乘法运算 具体乘法运算 刚才我讲过 但这个运算呢 其实并不简单啊 就是说你可以这么乘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你在这个里面呢 分配这个 那个缓存的时候呢 你可以横着分配 你可以竖着分配 可以斜着分配 它的不同的分配方式呢 它会有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使用global的这个缓存呢 就是我们整体分配的话呢 它的一个效率呢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是竖着分配的话呢 竖着分配啊 竖着分配 那么它的效率呢 是这个样子的 横着分配的效率呢 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斜着分配的话呢 效率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当它去采用不同的内存分配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它的效率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去进行内存分配的时候呢 需要去仔细的考虑 它这个内存到底是怎么去分配的啊 所以是一件 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JPU编程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要去考虑到底们 各种各样的细节 那么呢 我就建议大家 不要去自己 没事闲的去瞎搞JPU 不要没事闲的自己去瞎写 哭打 人家都给你写好了 MyLive呢 是一个商业软件 它呢都是花了大家大价钱 去把它写好的 是不是 那譬如说套舌 Tenderflow呢 它其实底下呢 也有很多大量的底层工程师 他们呢 去给你写好了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累加累成的 这样一个算法 你看这个东西呢 它的效率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细算不同的大小的时候呢 它的开始的利用效率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最后导致 它整个的利用效率呢 也是不一样 那这个利用效率就高 但其实还有比它更高的 是不是 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算法 可以把它算起来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去好好的使用 这些已经有的工具 不管是MyLive呢 还是PI Tosh 还是Tenderflow呢 他们底层的架构呢 都写得很好 那MyLive最近也有了 JPU的这样的计算库 但是MyLive 2024a啊 是吧 你可以下载最新的 这样的一个编程 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每个版本都要收费 所以说你这些学校的学生 才会有好的结果 才会能够用上 那PI Tosh Tenderflow呢 你就不需要需要的学生 对吧 你用它呢 来算举言成法呢 它就帮你在JPU里进行计算 并且呢 使用的呢 肯定是这种红线 或者比红线更好的 这样一个计算效率的方式 你自己呢 是做不到这样的效率的 所以说呢 给大家去推荐一件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大家尽量不要去 自己去编程这个Huda 因为自己编程 你最后的结果呢 可能会很不好 那你就最好呢 就是使用别人 已经编程好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人家呢 已经写好了 对吧 人家已经给你进行 一个核分配 自己呢 只要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呢 这个说白了 这些算法 底层算法呢 非常的复杂 而且呢 它呢 也不是一个 我们应该关注的重心 我们呢 只要关注 就说我们怎么去做 Deep Lending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够把实验呢 用在Deep Lending上面 那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